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博乐 我是陈威博 那今天时间来到了8月24号 今天在解盘之前 微博先感谢一下 包括旧会员跟新会员一个支持 因为长时间 微博都是在节目上面 特别要我没有写 感谢旧会员的一个续约支持 但是对新客户的一个加入 我似乎没有特别的一个说明 我觉得人要懂得感恩 无论是客户的一个认同也好 不认同也好 那我们都秉持一个专业良心 那希望在操作过程当中 可以帮会员创造 不错的一个利润 跟不错的一个获利 所以特别微博加注了 感谢新会员的一个加入 也就是希望不管是新会员或者是旧会员也好 再使用博利指标也好 或者是跟着我们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都是尽量把我们应该要做到的 也就是我长期讲的 大赚小赔 在行情来临的时候 可以帮会员创造大赚这样的一个绩效 但是当行情可能不好啊 整理啊 比如说像今天 今天就是整理盘事 那尽量的帮会员守住他们应该的资金 那我认为持续的做 持续的面对客户 持续的做我想做的东西 那长久以来日久见人心啊 我相信各位同志朋友 应该都可以看出我的一个诚意 那我们就回到台北股市今天的走势 基本上台北股市这几天的一个量能是缩小的 今天的量能缩到六百亿左右 总共只有六百零六亿 那整理的盘事 今天是属于一个震荡的变化盘 好那各位 昨天台北股市出现了反弹 对不对 结果今天又拉回了 那事实上今天你也不能说它是拉回啦 今天它是属于一个震荡格局啦 长时间大概就是在这个平盘上下做震荡 只是尾盘稍微跌下来一点 我们先从今天给会员的第一通讯息来做一个说明 这样各位会比较清楚 因为各位应该很关心说 那这个盘事到底会怎么变化 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啊 这是今天8月24号9点010分的时候 微博发给全体会员解盘 今天台北股市它是属于一个量缩的反弹盘市 它是延续昨天的啦 但是因为量缩 各位台北股市如果在判断过程中 不能只是看博人指标 你还必须以成交量 包括个股也必须以成交量 去作为辅助的判断 今天的一个预估量 或者是今天的收盘量 只有606亿 连续两天 基本上连续这几天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最近 最近台北股市的走势 虽然昨天出现了反弹 但是成交量却是在缩小的 没有量基本上不会有价 昨天的反弹是可以没有量 因为昨天是第一天反弹 但是如果第二天反弹 你还要再往上攻 你量就要出来啦 没有量会攻不大上去啦 所以今天的盘市基本上 它是属于一个量缩的一个 延续昨天的反弹盘市 接下来的指数的判断 走势要密切注意 30分线不日子不要变化 所以包括期指的操作啦 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样是属于短线的操作方式啦 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在找盘的看法 我把找盘第一通 给我们那个期货会员的动作 我让各位看 但是我必须强调一下 今天蛮可惜的 这个点位会员并没有成交 也就是说这个价位啦 这是今天8月24号 9点16分 也就是解完盘之后 在9点16分的时候 我们就发给期货会员的讯息 基本上今天的盘市 从期货部分来看啦 各位可以看到到期货部分的走势 大概就是 只有找盘在盘上 今天的 因为昨天收盘是收在 期指是收在8983嘛 所以今天大概一整天 都在8983之下做震荡 都在这个地方震荡 只有找盘的时候 曾经来到了9000点之上 对不对 甚至是8990之上 好 各位 那我们这通讯息的话是 挂在8990去 做放空一笔空单啦 各位 也就是说 找盘的时候大概这个位置点 我们大概就是要挂8990去做放空空单 基本上我今天的操作啦 以当中来讲 我是比较倾向做放空的 可能各位觉得昨天涨耶 今天为什么微博会做放空 我等一下会做说明 因为我们都是有依据的 5分跟15分同步向下 所以放空的主要目的 原因是这样子 只是比较可惜 因为今天的台北股市是亮缩 所以它导致空间不大 不论指标的一个高低点 可以去判断当天的一个所谓 第一压力第二压力 以及第一支撑跟第二支撑 对不对 我给各位看 今天甚至连第二支撑都没有到 这是今天台子起走势 好 那可以的话 亮度稍微调亮一点 微博让各位看一下 在今天的那个所谓 高低点的预判系统 各位 今天判断出来 因为这是今天的均衡点 然后今天的第一压力 跟今天的第二压力 那这个是今天的第一支撑 跟第二支撑 对不对 好 如果盘式比较大的话 那通常的话 来到大概第二支撑 就是做放空的位置点 因为它这边就是所谓压力 那来到这边的话 大概就是做一个买进的动作 好 但是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最高 今天的盘式最高来到9023 最低到哪里 8948 看起来好像有空间 但是你给它看 今天最高8922 我们大概把这个视窗队放进去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最高来到9023 这个是开盘喔 各位 这个是今天一开盘的位置点喔 位置点才拉到9023 开盘后就没有再上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想做放空 想拉高放空 事实上比较不容易啦 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 第一个压力在9022 最高大概就到这边 所以今天的一个最大压力就在这边 好 但是跌下去的时候 到8948 对不对 好 那支撑就是在8946 大概就是这个区间啦 所以今天其实 如果说今天尾盘不杀一下尾盘 说实在的 今天期货根本 根本没有什么操作空间 难度是 如果说要做当冲 事实上是蛮难的啦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 比较可惜一点 因为今天早上 我本来要请我的会员 在8990这个地方去做放空 但是没有成交啊 但是我也觉得没有关系啊 期货每天开盘啊 目前的台北股市 它是这个样子 因为外资 我大概给各位看一下 外资最近的动作 这是到昨天为止 8月23号到昨天为止 这是期货契约 这是在筹码部分 台子期货在外资 昨天为止的话 它是买超7452口 昨天的话将近有8万口 也就是79904口的多单 各位这是历史天亮啊 但是各位你可以看 今天的期货 这是8月24号今天的 台子期货 昨天外资买超对不对 今天外资在期货部位 它是怎样 各位它是卖超啊 所以它一天买一天卖 虽然它的未平仓的一个数量 到了历史天亮 这个盘似乎还是在9000多点 这边上不去 我讲过了 这个盘没有办法 波段的涨势 只是出现反弹 主要原因在于日线 目前为止 台子期的日线博日指标 它还是属于向下 我给各位看好了啦 为什么这两天会出 叫做反弹盘 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你就要去抓到它目前 之后的一个脉动啊 这是今天走势 这是博日指标 各位可以看 这是到今天8月24号哦 好 各位 这是日线 对不对 好 日线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日线所代表意义叫趋势 对不对 为什么这边没有办法 持续再往上攻 我们可以拉近一点 看这个地方 这一段 它是属于日线 不论比较向下的状况 所以不容易啦 除非接下来的日线再转上 那个地方才有可能再形成所谓的攻击坡 就是走出一坡比较大的一个坡段 那为什么昨天上涨 今天为什么是属于昨天的延续盘 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有那个给我们的会员的传承稿 上面就有做说明 因为礼拜一的位置点 8月22号在这个地方 这是8月22号 也就是从大概9200点 9100点跌下来到8850点 这边出现最低 当时候8月22号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会员讲说 明日有反弹机会 因为8月22号的明日就是8月23嘛 所以你会发现 8月23号的确出现了上涨反弹 没有错对 今天是属于延续昨天的反弹坡 在于哪里 在于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当天的时候 因为台股30分线的不论指标 它从低档转上 所以持续转上的话 它会出现反弹机会 对不对 来各位 我把它回到了今天的30分线 今天开盘位置点在这边 就是今天开盘位置点 今天早上我们本来要挂空单 对不对 各位因为今天其实 你看这个区间真的是不大 所以其实今天起子没什么好讲 我只要跟各位讲 后续很重要 昨天的反弹是因为30分线向上 所以指数出现了反弹 对不对 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 但是因为今天成交量没有补上来 成交量没有补上来 就算今天30分线向上 它不容易出现往上攻 所以为什么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想去做放空的原因在这边 好 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到尾盘到这边来了 现在重点很重要了 短线它30分线代表迈动 今天的早上讯息 我有特别做说明 我说接下来走势要密切注意30分线不认指标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 30分线如果明天向下 明天会拉回 但是如果30分线再度向上的话 还有机会做反弹 因为目前台北股市外资它还有7万多口的一个未平商多单 它几乎控制了这个指数的一个上下卖动 所以它如果买超的话 指数会涨 它如果卖超的话 指数会跌 各位昨天那个反弹就是因为外资它买了7000多口 对不对 今天卖了3000多口 所以今天涨不大上去 所以外资的动作的话会受到30分线不认指标的影响 如果外资是买超的 我跟各位讲30分线不认指标就会再向上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盘还有机会反弹 你甚至可以做短线的多单 但如果外资它明天是卖超呢 我跟各位讲30分线它不会向上 它甚至会向下 所以目前的操作方式的话 大致上就是以这样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在这地方 要密切注意30分线的不认指标变化 所以其实为什么微博长期跟各位讲 无论你是要做棋子也好 或者是你要做股票 真的想赚到大钱 我跟各位讲 应变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跟各位做解盘的时候是 一路看好一路看好 比如说现在来到9000点 我就看到9200 9500 9800 1万点 或者是说 因为目前可能做多 或者是买股票 比较好收会员 那无论如何 我就是做多就对了 我就是跟各位讲 你现在要买股票 要买标股 要怎么样 但是微博一再一再地要跟各位讲 无论大盘的行情 是来到了8000 9000 1万 随便 都有风险 你不能忽视 那可能的风险 如果这个盘是要再涨 日线再向上 30分向上 你当然都可以做多 我讲的是期货的部分 但是如果不是呢 他们如果出现了向下呢 你第一的时间点 你要做应变动作 所以各位 应变是非常重要的 那只是要怎么应变 一样啊 回到了依据 这是 我们先从指数部分 来做一个说明 但是因为目前外资 包括国际股市 都还称在所谓的高涨区 那这个地方 只要指数没有出现 比如说比较重挫的大跌 或者是波段的走势 或者是说外资 它没有反手卖 因为目前为止 它还是属于 比较偏多的 这样的一个操作的嘛 筹码部分的话 还是属于比较偏多的 那在这个地方 个股部分 它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了 股票的部分的操作 我还是建议啦 选择不认识比较向上为主 然后避开不认识比较向下 所以大概指数的部分 我已经讲完了 只要是密切 接下来会员 去注意三十分线 博乐指标的变化 就可以了 那个股会差异性比较大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 微博会从个股部分 来跟各位讲 这个阶段 你如果买错了个股 基本上是 比较不好的 我的建议 这个地方要买股票 不是不行 像目前为止 微博有带会员做多 但是我们做多的股票 第一个 要符合博乐指标向上 第二个 要有基本面 我想等一下 我们从这部分来出发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陈头头顾 陈老师 现在入会 只要六万八千八 陈头头顾 陈老师 现在入会 只要六万八千八 最佳再见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头头顾 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工必行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 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佳再见 1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头顾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 大股东着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金一定贷出 陈头头顾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物食市场 稳健获利 股往福利 陈东头顾 值得托付 10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总是穿市所各种生涯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能力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请不吝点赞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目前的台北股市 如果从个股的一个角度出发 因为我之前说过了 上涨的行情 有时候你会遇到 波段下跌的股票 那下跌的行情 有时候也会遇到 波段上涨股票 所以 其实如果就个股的角度而言 你要去看个股 他们本身自己的博乐指标 还有个股 他的形态 再加上股票 他本身的基本面的变化 做多大概就是一个条件而已 第一个 不论指标要向上 形态多方 基本面要好 如果基本面不好的话 很多股票 它是会走空头的 那反过来讲 为什么这个地方 微博要反而提醒各位注意风险 因为很多人操作的观念跟想法 他们都是看到一档股票 冲出去了 飙上去了 甚至涨停板 才去追价 那我要提醒各位 如果来到高档区的股票 就不要再碰 你把那个风险给别人去承担 因为你的钱是很宝贵的 所以操作上的话 微博还是跟各位建议 你必须要操作 要有依据 那个股的操作依据 第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以博日指标为主 选择博日指标向上个股 然后避开博日指标向下个股 为什么 因为博日指标向下个股 你不晓得它会拉回到什么时候 举例好了 前一段时间 应该很多人跟各位讲这张股票 叫做2498宏达电 因为它有VR的题材 对不对 好 宏达电在前面这一段时间有涨 没有错 但是最近的宏达电 如果你在100块以上 100块大概是个位置点 你去买宏达电你又赚不到钱 原因为什么 因为它目前不符合博日指标向上 我给各位看 这是2498宏达电 必须给各位看证据 今天已经来到87块9了 这是宏达电的博日指标 各位发现 宏达电不是没有涨 有涨 但是它涨上去是涨假的 从它涨上去的过程当中 你看博日指标有没有转上 你大概就知道 因为它如果确定是向上的话 各位 不论指标会跟你讲说 动能线会穿过趋势线 但是这一条柱状它是54 这一条线是55 所以54并没有超过55 它并没有向上 懂我意思吗 所以来到了100块以上 你去买宏达电 目前是产生套牢 你必须等它下一次向上 之前它上涨的原因就在这边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把它回到上一波宏达电上涨 不论指标状况 这是宏达电 来各位 这是在什么时候 大概是5月份的时候 5月份的时候 宏达电是不是来到哪里 这时候都来到了60几块钱 对不对 好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这时候宏达电的不论指标是向上 你可以看它是向上的时候出现的是怎样 动能线13趋势线9 它这个时候一定是不论指标向上的时候 所以它才会涨一波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我说现阶段的操作原则就是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 这边是微博特别要跟各位说明的 如果不论指标来到高档的股票 你必须要有风险意识 不要别人跟你推荐的时候 看到的都是涨势 然后你就跳下去追 举个例来做说明好了 大盘还在9000点 对不对 但是很多股票却是走 波段下跌走势 这一档叫做公要科 好 之前公要科很飙啊 但是 每个人都是看到 几乎是跳上去涨停板的时候才要去追价 7月4号的时候来到66块 那今天呢 只剩40几块 好那个不是重点 如果这个位置点你去买公要科 现在回来看 你刚好买在高档 但是那个时候你怎么判断它是高档 从不论指标使用原则 我们有很清楚的说明 不论指标有高低档之分 80到90以上它叫做高档区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7月4号那时候的公要科 我是要把它缩小一下 这样才会比较清楚 各位 这是7月4号当之后 已经来到60块以上的公要科 对60块以上大概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从不论指标来告诉你 这地方它是高档还是属于低档 如果它是高档的话 为什么你要在高档买股票呢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位置点 同样的 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套牢了光要科 怎么办 不用卖了啦 各位 我请问各位 现在的光要科它是高档还是低档 几乎是非常低档了 只是光要科的不论指标还没有向上 所以它还没有办法出现反弹 至少你要等它反弹再来卖 很多股票如果来到低档 你要看它是不是真的要去卖在低档 当然如果基本面很差的股票 等它反弹你一样要出啊 微博举个例子给各位看好了 之前微博不是有带会员去做一档股票叫 2474可乘吗 但是我们不是做多的 我们是放空的 当时候是在7月25号 好 7月25号的可乘大概是在哪里 7月25号可乘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放空可乘 对不对 好 可乘也跌下来了 因为它不论指标向下 没有错 但是可乘来到了8月15号的那一天 我们就把它做获利回补的动作 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获利回补 因为如果不获利回补的话 它会往上涨啊 那为什么我知道它会往上涨 看不论指标 把答案跟各位讲 这是2474的可乘 这是可乘的不论指标 各位 我们当时候放空是在这边 25号 放空的原因是因为不论指标向下 51 53 对不对 没错啊 从原本的向上变成向下 所以放空它嘛 啊就跌下来了嘛 但是各位 为什么来到这边 我反而要回补掉 我们从不论指标来看 请问它是高档还是低档 低档啊 它既然进入低档了 我的空单当然要选择做回补啊 而且它后来转回向上耶 所以当那一天的时候 各位投资朋友 是不是就是因为不论指标向上 如果214块没有把235块的回补 各位那今天的 可乘已经来到哪里 又涨到227块了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吗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股票市场上面操作 它就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所谓指引的依据跟方向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依据跟方向 其实你很多股票并不会这样子作为 比如说好了 3630的新巨科 前面一波也很标啊 很多人都是很标的时候才去买 但是这个时候去买 你刚好买在高点 刚好买在高档 也是在7月初 这是3630新巨科 各位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是不是 在7月初的时候 如果你买在20几块的新巨科 各位 不论指标向下 不就往下跌了吗 你会发现微博现在带会员买的股票 我们是以基本面好的 我举个例给各位看好了 微博带会员操作的个股 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并不是涨一波上去 而是经过了整理 它有机会往上 2488的汉品 它的基本面都不错 只是我们的时间 没有不够给各位看 那我想 我们之后有时间 再来跟各位讲 如果一档股票 要去判断基本面 它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 在博日指标的运用上面 都有很完整的说明 很多人他不会判断基本面 但是微博有写了一个程式 在博日指标里面 你就可以很清楚判断出来 你的股票 它是属于成长的股票 还是衰退股票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我们都会把这样的方式 交给各位 那同样 我们688的方案 已经开始要进入倒数计时了 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微博张开双手 欢迎各位加入伯乐家族 那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云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 现在入会只要6万8千8 城东东部 陈老师 现在入会只要6万8千8 最大推荐02 2752 5868 2752 5868 全东东部 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空避险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身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其他推荐02 2752 5868 2752 5868 全东东部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东东部 值得托付 赢得2752 5868 北都开篇内